美国白宫今天宣布 为了扩大军事销售 将拟定新的武器出口规则 以简化行政程序出售武装无人机 想要振兴美国经济 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中国和以色列近年来 是武装无人机的主要出口国家 如今传出 美国也想要强占全球武装无人机的市场 美国国务院最快在下个月 放宽从前总统欧巴马时期 禁止对外出售武装无人机的政策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洛表示 川普认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在考量国家利益 经济安全与外交政策后 美国必须保护 并扩大国防技术资源与国防工业基础 同时扩大市场 造就就业与出口收入 美国无人机制造商多年来 呼吁政府放宽无人机出口政策 更指出 美国在无人机全球市场中十分弱势 反观其他主要的无人机出口国 以色列及中国 政府都没有相关限制 外界也多次抨击 这种政策根本是将世界军火市场 拱手让给中国 过去在美国导弹 及其技术控制条款的限制下 能够载重500公斤以上 航程超出300公里的无人机 都被分类在第一等级 而第一等级的无人机 都将受到严格的出口限制 如今新政策希望可以将 时速650公里以内的无人机 降为第二等级 好让更多无人机可以出口 而且还可以依照个案评估 是否能够出口 纳瓦罗表示 军事无人机的市场 在未来10年 每年的规模都将超过500亿美元 降低美国武器制造商 海外销售限制 符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与美国国防战略准则 新闻时事报记者黄仁杰 整理报道